大批園警守在民宅外 时机一到发动空间 这里是台南洗漱部落 園警接获了线报 60多岁的男子持有毒品 结果 一包包白色像冰糖的物品 让園警一开始还怀疑 这真的是糖妈 而经过了检测 确认是三大包的安非他命 園警从一楼的厨房冰箱 先是发现大约300公克的白色结晶品 当时还怀疑 如果是毒品的话数量很多 结果到了二楼的卧室 床头柜一打开 塞满满的结晶品 检验后确认是安毒 估计可供万人吸食 加近三公斤的安毒 藏在卧室的床头柜 男子辨称是要自己吸食的 民宅位在台南南区的旧部落 60多岁的嫌犯 从哪边购得毒品 要做怎样的用途 接下来警方将继续追查 三连新闻 网上网上聚荣台南报道